今天要講的是 亂數表 那在我們隨機抽樣裡面 我們常用的就是 可能是抽籤或者亂數表 或者利用電腦來做一些 製造出這個亂數出來 這樣子的方法 來做我們取樣的依據這樣子 那麼亂數表的編制 是原則上就是 每一個號碼出現的 它的頻率或者說機率 是相等的 能夠大致上 它出現的機率差不多 這樣子也就是說 我們先將這些號碼編出來 然後它的出現的機率都一樣 有一點隨機的這種感覺 那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就將我們的這個母群體 或者原本的這個大的群體 我們先把它怎麼樣 每一個先做編號 那做編號之後 我們再利用這個亂數表來查 那查到這個編號去對應到 這個裡面的看是對應到哪一個 來取出這個樣本 好 再發言 好 好 好